嗯 看到后面又有行李箱 我们这次又去哪里啊 广州 广州 这次的这个Tripback 应该算是我第一次不用自己车祸 我这次没有带脑去 应到啊 对 完全没有带脑去的 因为我们参加了这个2290Travel Elite的 这一个广州美食团 所有东西都由他们一手包办 那如果你们呢对这个美食团有兴趣 看一下他会带我们去吃什么 住什么 玩什么 那就要看一下这个影片啊 6天5夜的这个广州美食团 现在开始 半夜5点要撞开 如果你早就对2290的广州美食团 非常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立刻搜寻一下网站 或者点击我文案里的链接 就可以立刻预定得到这个6天5夜的美食团行程 使用我的折扣码 BC8D 还可以有马币100令吉的折扣哦 就是这个2290Travel 其实为什么叫2290啊 2290其实就是 之前我们一开始是出土购 2290Travel 那个90Travel是购的意思 哦 这两个人就可以出败了 I s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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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越坐越大了就变成一团一团住了 哈哈哈 这位就是我们的大家长吧 2290的导游再加上是老板 哈哈哈 OK 欢迎你们来 OK可以 欢迎你 这次就靠你带我们飞了 哈哈哈 一起玩 OK好谢谢 我们已经check in language了啦 刚才本来以为我们跟导游他们meet up的时候 就是从现在开始就一直要跟他们小鸡 跟鸡这样一直要跟跟跟跟 是他安排我们check in了 后我们就可以自己玩哦 他们还有送我们这些东西 陆镜卡也帮我们填好哦 开心哦 原来跟团是这样好的 OK啦走快点进去先 刚才就过关了 我一直以为那些入境啊 是更长的话 入境的话是有特别通道 你以为 以为太多了 对 不懂几时开始 KIA1的这个check 行李啊 然后那一些要要要 要脱布袋那一些 可以这样子检查站啊 现在变成在那一些gate的前面了哦 就是你要去进飞机前的那个gate 就不是以前 以前是在外面就是一个种的 所有人都在那一边了 所以我觉得这样子更好耶 这样子进到来大家大大减少了大家可能赶不上飞机啊 还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觉得这个蛮好 我记得本来就有的 没有我觉得没有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本来就是 因为机场本来就是有这样的设施 观众朋友留言 但是KIA2就不是这样子吗 观众朋友留言 来 来 来 回来了 好像没有出过国 都是一样这样热 这是我们的团友 团友们 团友们出发吧 我们第一次出来旅行呢 是不用打交通 因为我们一向来都是自己去旅行嘛 然后你最后就想要去哪里搭车啊 搭机车车啊 搭巴士啊 然后就很棒 就是2290 车就直接来上车 然后你心里有人搬 方便 爽 做大爷 八个人又爽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 二组林举办 六天五晚的广州 美食体验之旅 我是Tommy 如果说你是很想来这个行程当中 看很多景点的人 那这个行程就不适合你了 这个行程所强调的精神在哪里呢 就是吃的体验 吃吃吃 首先呢 你们叫我脚文都可以的 我脚文 脚文 不敢歌啦 歌情歌后三分眼啦 啊啊啊 文仔可以了 我扮年轻一点嘛 开车那个姓梁的 梁师傅 怎样为止体验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餐 他来第二天之下 不断 有好的餐我们就会变 有好的酒店就会变 所以你不能够拿你原来的行程 只要我们越变越好 上次他来都还有个石灰 国家森林公园 各个都觉得很累啦 上去没什么看啦 坐着坐到头都问 哎呀我现在又删了 公司又加了 加了钱给你们 哇 梳干了 打骨了 去目触啊 给你们去按摩脚啊 更爽概 特别现在这么晒的天气 走去抹沙厨也挺好的 就广东省这里我们是吧 省就到市 那是广州市啊 市就到区 区呢就到镇 镇呢就到香 香才到村 一路一层层下来 所以我们这个呢 现在去这个是重发的温泉镇 那这个温泉镇呢 是有什么好意思 这个温泉是全世界很稀罕的 只有两个地方 这个温泉叫做行梳打温泉 有很多呢 譬如日本是什么 有些行硫黄呢 就有硫黄味 这个梳打温泉呢 是无色无味的 但是对皮肤很好的 一个在瑞士 在瑞士有个梳打温泉 其次就是得中国的广东重发 有这个梳打温泉 所以今晚我们这个山庄厨两晚 你们可以去浸一下 十八多米打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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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多一点 你拿一把桶来啊 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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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冷冷的 是哦 平时也是会冒 冒冒 冒冒 冒冒冒 你看看 清清啊 清清啊 你看水 清甜 清甜 不会有那种乖乖的那种 石头味啊 矿物味 不会有 所以这个地方叫天湖 天湖极美的名字 然后出来的那些水 钱买不到哦 对 因为它这个是山上 这个地方是那个 虫化镇里面的一个 山上的地方 这边只有32户人家 所以他们在这一边呢 这个我们今天来吃的这些农家菜 全部都是他们自己养的鸡 自己抓的鱼 然后水 全部都是那种山水 所以今晚吃的一定是很给 很期待哦 嗯 哇 哈哈 这一边是没有这个 啊 天然气啊 没有gap 没有零气 因为他们全部都是用栗子材 来烧 所以 你看看那些 灶头 全部挤原石 哦 这个东西 太开心了 然后他们这边还有一个五指茅头 跟那个土福林那个药材 都是他们的这一个土产来的 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 我们一开始就一碗 露佛桶 然后用柴火烧的露佛桶 然后他们的汤呢 跟我们那边呢 都不一样就是他们不会太咸 他们不会中口味 但是有点小小的油油底的那种感觉 你看他们的食物呢 没有摆盘的啦 就是这样出来 但是这个就是农家菜咯 很自然的 整个东西都很自然的 然后鸡肉也是他们的 走地鸡 但是它的肉很结实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硬 但是 它其实是结实 你看它平衣 嗯 嗯 平衡香 嗯 它蛋这样厚 就是高菜啊 蛋啊 吃不出里面的时候 不会有点咸 然后他们的白饭啊 都是用栗芝木去烧出来 但是那个口感很好 它有点松松是不是 刚才我啪的时候是松松的 松松绵绵 但是它又立地分明了 很奇怪 好吃 好吃 好 这个小炒肉很好吃 它那个辣椒跟那个烧肉啊 炒到脆脆的样子 很好吃 一定要配两口 有点清新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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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自己种了 所以总是这边东西都没有在外面买 都是他们自己种 有点清新鸡 来到广州当然要吃咸鲜菜 咸鲜菜 然后让吃咸鲜菜 不用来玛米斯盅 那么咸 鸡 但其实不是很咸 他那个咸鲜菜非常 cute 就是我的鸡菜 很好吃 如何去看一下 there's something 他们这个人的三水华鱼 华鱼是个平坡主理的人 要不够够还可以取得好 但这个完全没有健康 它完全没有 你说脑皮了 有脑皮了 有脑皮了 这个很龙虎头 总之呢在这家农家菜 我只知道我们一面吃 菜就一面上 感觉就像吃团圆饭一样 每一道都是淳朴又带有 浓浓皆滴气的菜肴 我只能说第一餐农家菜 让我对接下来几天的餐点 充满了期待 今天我们吃的这个农家菜 其实2290跟他们合作了 差不多8年了 因为这个是2290 8年前的logo 这个18年后的logo 所以 因为它东西好吃 所以他们一直有跟它合作 所以如果你参加这个广州美食团的话 多数第一餐都会带你来吃这个农家菜 然后就看他们那一天 就有些什么瘦城啊 他们就煮什么东西给你吃 对我来讲 我很喜欢 这个是我们今晚的住宿 巨城山庄 这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第一晚的住宿 就是在这个 重画镇里面的这个叫做 巨城山庄 其实重画镇它是一个温泉箱 它里面有很多大大小小的温泉旅馆 然后这一个呢它就是做到比较像度假村庄 所以你看它进来的就是洗手棚 然后两张大大小的床 这样子 最厉害的就是 如果喜欢镇温泉的朋友 直接可以在这边镇温泉 哇哇哇哇哇哇哇tem 喔噓哎哟 酸 然后它放了水之后呢 它就是温泉水 那泡温泉呢 它这个就是给它輕盈 就是拿了厘子要 kullan它 就要防水了 它这张就是水卡 然后水卡呢 它这边有一个仪器 它说这样子放进去 放着 它就会出水了 你看 很厉害 神奇 那就大概十分钟就满水了 房间我是觉得舒服了 非常满意 非常舒服 我觉得很满意 然后就是今晚睡爆 温泉震爆 所以我们有两晚都可以震温泉 是是是 我们一起泡 泡温泉 油吗 很油 超油的 泡温泉震爆 来 试试一试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幸福 祝你健康 祝你前途光明 那因为今天呢 就刚好是这个老板的生日 然后也刚好是8月很多了 都是在这个月生日 所以今天晚上呢 就在我们这个巨城山庄 有搞了一个小小的party 有做了一些他们这边的食物啊 然后一些小小的宵夜 一些水果 一些甜品给大家吃 所以 新晚上又有的吃啦 这个葱花米粉很好吃 它的口感 嫩嫩嫩嫩爽爽 炒到调调很明 很好吃这个 很像 这个相应存量呢 就是由这个民宿的老板 这个庄主 他们种出来的葡萄 用10斤量造成1斤的这个酒 50%的那个酒精 1斤中 你我坐着好 5斤量推着要好 它蛮烈的 然后但是它很香 它又烈又顺我 它喝下去的时候烈 再吞下去的时候就顺 这一碗饮饱食醉 然后我们开始期待第二天的旅程啦 看了第一天的行程 是否觉得已经很想参加这个广州美食团的呢 记得立刻搜寻以下网站 或者点击我 文案里的链接 就可以立刻预定得到这个6天5月的行程哦 记得记得用我的折扣码 BUSY8D 就有100令吉的折扣哦 早上这里超好拍的 然后呢我们就来这边拍完了之后呢 再去吃早餐啦 这里的早餐呢 山庄就会准备一锅烧骨粥 昨天吃了已经很好吃的虫化炒米粉 配上脆脆的油条以及鸡蛋 得了一些马来糕 简单好吃又饱度的早餐 吃下去之后 因为接下来要吃的 又是不简单的东西啦 吃完早餐后 2290就带大伙儿一起来逛逛下葡萄园 活络活络一下进东山关 来到的这个葡萄园 也是昨晚聚城山庄老板自己的葡萄园 大家可以看看美美的葡萄 但是也看守不动哦 如果你想动的话 2290早就准备了一堆好吃的葡萄 让大伙儿坐着舒舒服服的吃啦 我可以讲 这个葡萄真的很好吃 它叫相应青蹄 也就是相应葡萄的意思啦 然后它的那个甜味 如果说100度来讲的话 它的甜味应该是到75度左右 但是不会甜到卡熟的那一种 而且它有一阵那个香味 那个香味真的是 但是它跟日本的那个摄像葡萄又不太一样 它有它自己独特的那个香味 这个真的很好吃 好吃哦 为什么这里的竹筒饭这么出名 到处都是竹筒饭 因为这里的 这一带哦 他们是生产那个竹筒 是大片的竹筒 所以他们用了很多 然后这样 竹筒 所以必须要来这个地方才能够吃到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是 费州 费州 费州龙门 对 广东人就很喜欢包汤 然后他们呢 汤里面就是非常多非常多 然后一种 啊 配料啦 是我们在马来西亚比较少的 所以他们这边你放了一个橄榄 我放橄榄的汤 很经典的 这个汤有一个那个橄榄味 那个味道是我们在马来西亚的 很少在汤里面喝到的味道 烤的好烤 烤的好烤 这个鸡皮 脆脆了 很爽 这个鸡软骨 然后就炒一些辣椒啊 炒一些花生米啊 很好吃 这个鸡皮 脆脆了 很爽 这个鸡皮 脆脆了很爽 很爽 这个鸡软骨 然后就炒一些辣椒啊 炒一些花生米啊 很好吃 就吃到的 比如这个 网瓜苗 网瓜苗的口感 不会讲 手术是清脆的 鸡铜脆美粉 鸡铜脆美粉除了很好 鸡本身的香味之外 还有一点点淡淡的竹脆 自磨都是 自己磨脆的一个东西 香 他们很想用辣肉来炒东西 所以每一样都很香 辣肉的香味 对 特别的 那种咸香味很足 还有这个也是很少人 我很少看过的 花生苗 一开始还以为是豆芽的 这点味道都很像是 巨大版的那个芽菜 轻轻吃甜点那样的 你吃完全部你喜欢哪一个 鸡肉 鸡肉好吃 豆腐 豆腐 然后它辣没翻 一流 讲完啊 你全部讲完 这没有不好吃的东西 哈哈哈 谢谢你 OK吃完了这个竹味先煮总饭 东西是好吃的 但是如果你问我说 是不是真的每一样菜 都跟竹脂有关 我觉得只是容器是竹脂吧 但是 有没有真正的很有竹的香气 那些 可能有几样菜 辣味饭 还有那个汤 还有一两样菜 它的那个竹脂味比较香 但其他的话 就可能跟竹脂好像有点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容器是那个竹脂不了 不过东西是好吃的 可能那为食物的本身的味道 已经掩盖了那个竹脂的香味了 不过OK 这边也是知道大家很饱很爽 东西都很多 就可以 打美反 耶 上车一个在那边 一个 所以就是 跟团的爽 就是这样子 刚刚吃完了一餐丰富的 然后现在上了车 还有一个小时的车程 这个小时可以让你在车上 返回公司 睡一睡 睡一睡 睡了之后 然后 就去按摩脚 按摩脚那边听说 还有东西吃 无限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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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点 arra 怎么看 可不滑 o D 1 大点 有 when 你 这样就无论了 你看现在他们的墓足中心 很大间 不论里面大概有10多间那种厢房 可以在里面慢慢的按 两位 谢谢 这个是三栋的主题 所以我们就在三栋里面按摩 按摩的按摩房都有它们的不同的主题 嗯 像有后登场啊 还有什么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 不过其实要看 要看它的空房啊 然后我们就刚好来的时候 两个人的位置就是有这一个 山洞的 还有只蜘蛛 哎呦 是我 还有一只蜘蛛在那边 是 啊 嗯 啊 醉 我的是叫988 988 然后我的是918 然后我一进到 其实我们一进到去的时候有点想到 这整个规模真的太豪华 我能讲的是太豪华 然后他们就是一进来 然后女生全部都是有 服装的team 所以他们是古装 汉服team 然后进来就两个有口号 我们是918 然后我们是918 快点快点 但是真的是 每个都好像训练有素 按的都很好 然后他们这边除了按摩之外 他们的价钱还包括有的吃东西 叫我们点一些东西来吃 水分很高 我们这边如果是你按摩完了 你不想吃太饱的东西 那你就可以叫一些糖笋 就有糖人 所以我就叫汤圆 试试看 叫多利 哦 它的汤不是甜的 它的汤 口上茶这样子 哦 有内馅 有内馅 有 OK OK 这个猪脚面 一碗都蛮大 是的 这个味道我们比较不习惯 好香很味很重一下 2290 2290将各位的角力都保养到最佳的状态 原来就是要带大家来到这个 8号餐outlet 让大家有足够的脚骨力 去shopping 买自己想要买的东西啊 啊 真是用心娘骨了 所以这边呢 它有分三层 第一层是比较多是吃的喝的 第二层跟第三层就是买东西的 OK 走我们去第一层 哈哈哈哈哈哈 你可以分成少许多多一层 多一层 好的 好 快乐 看更多一层 就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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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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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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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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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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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我们现在来到了这家就叫做历罗园果木烧鹅 一听个名字就知道它是吃烧鹅为主的啦 来到广州,不吃烧鹅会被人家笑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一定要来吃烧鹅 但是除了烧鹅之外,这边还有很多特色美食 最没有特色就是这个酸菜鱼的啦 我不想你这么就要来,但是我很喜欢 必吃的嘛 我觉得应该是啦 这边很多人,今天星期二买着 看一下你们这边的烧肉 吃到没有人有 而且它不会咸哦 马来西亚的那个烧肉呢,是比较咸的 但是它的不是不会咸啊 但它很香,它香一个好像 饮香粉来吃什么 胡椒粉之类的香味很香 然后上面那一层呢,一咬下去 就化开,水开,很少 这个大家猜到是什么吗 我一开始还以为它是白板鱼啊 原来不是啊,是炸鞋子 也可以蘸它的酱 蘸酱会比较好吃 没有蘸酱那些饼子多 沙姜猪脚 它算是一个冷盘来的 它比较冷 然后它的那些皮呢 都会处理到比较硬一点 因为它是冷菜嘛,所以它冷了之后 那个猪脚那些呢,就会比较硬一些 所以咬起来会比较有嚼劲 所以看起来很像土豆的包 就是马铃薯 看起来很像马铃薯的包 它就是土豆包 哦,里面有馅料的 有没有一些瘦肉这样子 有点像是叉叉堡的内馅 有点像叉叉堡的内馅 甜甜的 一桌吃 哦,今天的主角 是用我 果木烧盒 那我们在外面就可以看得到 它们在烧的时候呢 是用那个果木去烧的 哦,它上面那层皮耶 很脆 然后它不会太油耶 因为吃烧鹅呢 有时候它太大只 然后就是会很油 然后它下面平一下脂肪很油 但是它这个比较没有那么的油 它平一下脂肪是 几乎完全没有 然后就进入那个肉 它肉很香很香 你看 你看 你看它完全没有 它完全没有脂肪 它完全没有脂肪 它的别等的吃 越调越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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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它一下 嗯 嗯 你看整片都是墨鱼鱼鱼 然后很香的墨鱼鱼鱼 满满的卧鱼 卧鱼 这个 应该是 艾谷吧 教练的卧鱼 好像变景很爽 假的我 你跟2290这一个 女性团啊 我跟你说 你不用怕吃不够 所有东西 每一餐 都会给你吃八样以上的菜式 然后每一样吃一点 你都很饱 所以我真的觉得 我们吃的那一点 OK我吃到这个烧鹅了 我满足了 所以从广州 终于有吃到烧鹅回去 不会被人家笑了 不过如果你们 因为广州很多烧鹅嘛 如果你们不懂哪里有烧鹅好吃的话 就可以参考我们今天这个影片 不错 人气吧 Let's go 第二天也是吃饱饱吃爽爽的一天 立刻搜寻一下网站 或者点击我文案里的链接 就可以立刻预定得到 这个六天五月的广州美食团 折扣码 BC8D 跟它输入下去 就有100令吉的折扣哦 好了 今天我们就是要check out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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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州的第一家酒店 拜拜 接下来我们就是要check in 去另外一间 今天要去哪里啊 去shopping 今天是有shopping的一点东西的 不过都是去批发城 对 来广州一定要去批发城 很多人都是来广州 就是去批发城 批货 然后拿回去马来西亚卖 听说那边的价钱都很便宜 OK 趁这个时候有一点时间跟大家聊一聊 我们参加这个2290这个广州美食团 它其实是全程没有shopping的点 就是 不是说没有shopping 是没有购物点 它就是不会带你去买一些什么 玉啊 独产啊 那种啊 四周 对对对对 不会有这种特定的地点让你去买 它们抽成不会有 最多就是可能是好像昨天我们去那个 葡萄园 然后他那边有卖特产 你要买就买 不要买也就是没有关系的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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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讲 真的 他们也没有抽成也没有什么 就像今天呢 带我们去那个批发城 批发城这样大 它不可能知道我们去买了什么 所以它也不可能是有抽成 所以这一个trip 你们是可以放心来吃吃喝喝玩 要购买,要买东西,就你自己决定了 要去买,不要买就不要买,可是很多人还是会买 因为你怎样都来到这里,怎样都会有人买东西 他还是叫我不要买东西,可是不可能的事情 少少也是会买 所以我觉得这个旅程大家可以没有压力的来 今天我们的行程是要从重画区回到广州市区 那在回去之前呢,2290带我们来到了重画的土产一条街 让我们来这里逛逛,看看这里有些什么样的土产 比如桂圆啊,荔枝干,药材,很多种类的蜜饯干货等等 除了买土产,也可以来感受一下重画区这里的烟火气息 看看一下这里的路边摊,市场等等 这边有蛮多,蛮独特在马来西亚看不到的一些药材啊 或者一些菜啊,或者一些服务类的东西 所以我们也不懂,会不会 诶,我看到后来要买的东西啊 新一代伟哥到货呢 哎呀,你给来,可以玩 是时候买一些 护士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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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化坛 对 化坛煤 对 所以它这边有很多那些 马来西亚看不到的一些干货 干货床都可以带走 对,全部都可以带走 酒啊,公路啊,这些可能可以 麻烦一点 那,这个特产店 因为我们很少去那些土产店买东西 我们也很少去药材店买东西 所以我对价钱来说我还不是很熟 不过我今天买到这一些 500g 1kg 的那一个桂圆 跟那些花梅 这样子才108块 也这个马币60多块 70块 我觉得还可以啦 讲真的 我们先进来的 然后这样多人进来帮他买 都是我们带进来 你讲我们要不要拿一点回扣 去哪咯你 他很硬哦 很不可以的哦 OK,108块 给他扣100块 他都不要 我给他扣100块 我要给8块吧 你说什么啊 早早就喝醉了 对 哈哈 我们现在就真的回到了 这个广州的这个市区了 真的是城市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高楼大厦 很多车 因为前两天 我们都还是在比较是从华 辉州那种比较温泉香 比较小的地方 所以它没有这样发达 现在进来的城市就很够力 大厦 是 我看了我看到那些桌上的食物哦 嗯 很饿了啊我 哪来到广州 当然不可能不吃点心啦 广市铁军大家都懂嘛 而今天我们来到的这一间叫做 顶豆特 听我们的管家跟我们讲呢 这个顶豆特它其实是连锁的 不过因为有十多间嘛 然后他们吃过都吃完过了 然后这一间呢 所以他们觉得会好上二间 但是刚刚看外面 那现在整间店是夸张的大 那现在是夸张的多 这个时间 如果星期六天更多人排到六楼 星期六天 哈哈哈 对 接着我们就不用排队 其他人来就在等位 OK 嘿嘿嘿啊 Cheers 那里面的仙人是太软了 抠面 挂米 鸭咯 小米 主ποι 羊肉 鸭嘎 这鸭嘎啤 饭肉就有嫩人一个…… 还是还 sol 它东西全部个头蛮大的 你看这个虾 饱满的虾 新鲜 弹牙 甜 这个咬杂龟 是我们那边三条 三九啊 不只啊 人四条都来了 你看 细细脆脆 它的面糊很香 所以咬下去啊 你不用沾任何东西都很香 都很好吃 这个红米肠里面是 有一些 薄脆薄脆样子的东西 再包着虾 还有点这个 他们的花生酱 嗯 嗯 这个好吃 外面软软软软 然后又有脆脆 在里面炭也 哦 这个好吃 好 好吃 好吃 好像看港剧 一定早上会有的炒面 嗯 好吃 叉烧包也是香啊 嗯 好吃 有红炒面好吃 好吃啊 冬了啊 你给个 给个 叉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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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烧米很美味 叉烧米很美味 很美味哦 如果觉得叉烧米不好吃 我们不能做朋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就是很错 那 他的叉烧米 就是 怕死你 不知道他有虾 这样子 虾大大地方在他上面 哈哈 一定会有哈 ok 有什么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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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吃 今天 这就是 这么吃 对 对 你可以来 是 這裏全部是批發的 這裏就是聖心大教堂 天主教的 這邊和這裏都是賣光貨 紅棗杞子、羊肚菇、冬菇之類的 這裏對面是賣食品的 辣椒醬也有 餅、糖、各方面的調味料、食品 到了海芝星一直打到高樓 就賣了海味的光貨 光魚柱、花膠、海芯等 明白嗎 所以還說那句 懂才買,不懂才不要買 明白嗎 去到紅綠燈十條路口 有個轉彎位 有個玩具程 賣玩具的 但萬寧也有很多玩具 留點時間回去萬寧 萬寧比較好走 但現在就解散 5時半回到萬寧 可以嗎 明白了吧 好,之後會走 另外呢,我們就真的沒有去買那些什麼 海味乾窩食品之類的 因為我們是真的也不太懂 於是,我們就走到了這個萬寧廣場 裡面真的是小孩子們的天堂啊 任何小孩子的玩具、洋娃娃、文具、寄木、書本、水瓶、書包 等等等等的 真的看到眼的話 不來都不知道原來小孩子的東西 可以多種類到這個程度 媽,你吃了現在的孩子幾星盒 那都是幾美 真的 奇形怪狀的鉛筆盒 你看這種 一轉眼又是到晚餐的時間啊 聽說今晚是海鮮大餐 哦,真的是每一餐都讓人非常期待呢 什麼叫做廣州豪華美食團 廣州豪華美食團 就是在這裡 今天還要吃海鮮 那些海鮮呢 都是我們的管家阿曼哥 他剛才在我們購物的時候 他就去那邊的那些海鮮當口 就去幫我們選 然後每一樣呢 都信說 死不到半個小時就進來我們的肚子 非常非常的新鮮 最新鮮的蝦 就是要用海鮮就好 脆 爽 韓 鮮 鮮 每次看他們中國的美食節目 只要去吃海鮮一定會有三倍 這個做法是最簡單的 這個最好 這個是我的最愛 鮮鮮高筒魚 九度魚是馬來西亞比較少能吃到的那個食物 哇 這個魚 粗細粗細哦 外面的是脆脆 很香 看一下 看它的生蠔 很大隻 很客氣哦 很客氣哦 鮮鮮 鮮鮮 酸 你看你看看 但是我可以说的是这边的海鲜 吃了下去不会让你觉得有那个腥味啊 那种海鲜的然后周围不会 因为真的很新鲜 炒饭就麻烦了 这个炒饭好吃 试试炒饭好吃真的 这个锣是什么锣 花锣 炎焗花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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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炎焗花锣很好吃 炎焗花锣很好吃 炎焗焗的 它本身的鲜味加上那个盐 一点点咸咸 很好吃 这个配酒 还有一个大龙等微箱 沙黄炉等 因为我刚刚看到一条龙蛋 差不多八十多斤了 只买个腩 沙黄焗 其实我们在吃这个海鲜餐 可能都有一些马来西亚人 会觉得他们的口味比较淡一点 就像刚才我炒那个炒饭 我吃了地方麻辣 但是突然间那个管家进来 哇干嘛给炒饭好凉啊 那我就觉得 但是 突然间转念一想 其实这一点是广州 广州人吃的东西的口味 会比我们马来西亚的稍微再淡一点 所以他们觉得 嘿这个味道是刚刚好 但是对我们马来西亚人来讲 就稍微会淡一点 但是其实对他们广州人来讲 其实已经很够了 很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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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变成说 是不是有一种 那个口味上的差异 所以 基本上就是 我们入乡随俗嘛 来到广州 我们就要试吃他们这边的口味 我们不能用我们马来西亚人的那一种口味 去 判断人家的口味 OK 好就是这样子 所以今晚也是非常满 吃的就完了 海鲜叶不错 好接下来期待明天 拜拜 哎呀 影片看到这里 就证明你们对这一个广州美食团非常有兴趣啦 是不是 如果你们对这个2290呢 举办的这个广州美食团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在这一个网站 下订单 然后呢 用我的Promo Code BCPARTY BUSYPARTY 这个Promo Code 你就可以得到一百块的折扣 哎呀一百块 不要开玩笑 一百块可以吃很多东西啊 如果你们有两三个人的话 就可以省两三百块 OK 我们明天再继续带大家去更多更好玩的行程 吃更多更好吃的东西 哎呀 啊 就算了